这是什么竹子,不认识,不认识。 这是什么芦苇,也不认识。 实际上有那么多事,我都不认识。 这很正常。 现在好像说话,就得必须说正确的话。 其实话无所谓正确和不正确。 今天正确,可能明天就不正确。 西湖正确,可能太行山就不正确。 我这是西湖,昨天晚上从太行山来的。 我就发现这个文明程度, 跟气候,跟资源,跟经济发达, 有没有关系,还真有。 但是也不是必然的。 昨天以前,我在太行山的河顺县, 左泉县,跟一帮瞎子走。 我以前,没觉得瞎子生活那么艰难。 跟他们一起一走我才知道。 演一瞎,就没法活。 在太阳山更没法活。 在太阳山,瞎子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条,给人算命。 第二条,给人按摩。 第三个,给人说唱。 就是盲人说唱。 我马上就说,我在我们北京最常见的, 还有第四个呢,就是乞讨啊。 我认识的这个盲人朋友说,我们不乞讨。 从太行山出来,左泉啊,河顺啊,都没有火车。 得到了,呃,那叫什么县? 渔县。 就是杨泉下边的一个县,才有火车。 坐火车,我别让人大声打电话, 大声聊天,甚至嚷着说话。 我都习惯了,城里人都这样。 可是送我的,是个太行山左泉县的人。 他就站起来去跟那些人说, 你们说话失太大了,小点事。 嗯,我这时候才发现,看电脑视频,只有我用耳机。 我别让人,全在那生死历劫的,跟打架似的在那喊。 嗯,我没勇气阻止那些人。 可是陪我的那个,呃,太行山的, 盲人说唱的,他会站起来阻止那些人。 昨天晚上吃饭,也是。 一个家伙,五星级啊,洗来灯。 嗯,突然要抽烟。 我小时候说,人这儿不让抽烟。 他说,没事儿,老大就抽。 我不懂老大是谁。 他就拿出烟,公然的就抽。 我们这桌子上还有俩女孩, 其中一个女孩杭州的吃素。 哎,就说这儿不能抽的。 他还说,能抽。 服务员过来阻止,他也说能抽。 我也没有太行山人的勇气。 我只是站起来,我不吃了,我走了。 嗯,所以太行山,经济落后的地儿,也有好人。 杭州,腰缠万贯的人,也有混蛋。 混蛋哪儿都有。 比如,河顺县,我知道一个煤矿,叫牛湾吧。 去年矿难,死了几十个人。 把当地的县里的头,矿主,有抓的,有撤职的,弄起了一大堆。 那个矿是个露天煤矿。 原计划开采三十八年。 三年半,这帮人,三年半啊, 把一个三十八年的矿就给采枯竭了,就完了。 这比抽烟,比在火车里边,大声嚎叫。 更不是东西。 其实有比我更极端的,我认识一女孩,特有名。 大V,我才几百万粉丝,他几千万粉丝。 他本来说来,后来不来。 我动员他一夜。 他说,跟我说,他不喜欢热闹。 不喜欢说脏话。 不喜欢血气。 不喜欢战争。 其实好多人跟我想的一样。 嗯。 喜欢平静的做一件事。 所以我把自己叫一个人的原型。 因为我毛病多,我不配跟其他人一起合作。 这是一。 再有一个,我早就把我自己叫和平压了。 注册商标,和平。 第三。 我喜欢的话,是think and work。 一边走一边想。 只相信我亲眼看见的东西。 只相信我亲手摸着的东西。 这样,我以后就会认识这种芦苇。 水是什么芦苇了。 你看,那是个小孩。 蹲在石头上。 正在看他不认识的东西。 其实上学,不应该去背什么理论。 背什么思想。 背什么主义。 应该学会一种学习的方法。 学会一种学习的生活方式。 这一辈子都用不完。 又是这种扁平的竹子。 我还是不认识。 前面又是大葱的那种芦苇。 我仍然不认识。 这个路不知道是谁花钱修的。 看似好像挺有想法。 其实不能走。 我现在在这儿可以走。 一走到有水的地方, 就不能走了。 因为这木头上边刷过铜油。 或者其他什么油啊。 为了防腐。 你走在上面, 比镜子还滑。 会把你摔死的。 我怎么知道。 我刚被摔的。 幸亏没给我摔骨折。 幸亏美帝也不来这儿。 不然的话, 修这条路的人, 就得给这个所谓的湿地公园赔款, 让人给赔死。 你说花钱表现这种所谓的想法有什么用。 我这鞋还是丹纳的大底。 走在这儿都滑。 是一种最防滑的鞋。 都能摔一根头摔死。 你说是谁想出这种莫名其妙的脱离人性的办法。 修这么一条路。 世界上你看大多数的路怎么修, 就那么修。 用不着你摸着石头过河。 这个地方叫雕塑公园。 走了一圈, 全是看不懂的雕塑。 得下个世纪的人才能看懂。 我的年龄、阅历和我所受的教育都不足以看懂。 只有面前这两只猎豹。 我看得懂。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人把这雕塑给改革了。 你看。 新鲜的草放在这猎豹的獠牙下面。 这只猎豹也是。 除了有这些绿草还有烟头。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远处看,这草就跟胡子似的。 走了一上午。 这个挺好玩的。 是我喜欢的一个雕塑。 其他雕塑我都看不懂。 工程挺大的。 你看前面这个金属。 风车还是什么, 我就看不懂。 这肯定是毕加索呀。 那种超天才弄的。 我这种教育程度。 人生阅历。 知识读不够的人就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这我也看不懂。 三坛音乐。 我看懂了。 真是三个。 金属的三坛音乐。 就是把西湖那想法又嫖过来了。 是吧。 现在国人呢。 嫖祖先的。 嫖洋人的。 这些大房子。 大玻璃房子。 全是空的。 寝屋靠近。 玻璃碎了。 是吧。 可能会绷着人。 上着大锁。 这也同样上着大锁。 里边一地的狼藉。 都弄这么大房子。 办展览。 办活动。 但是好像没人。 我走上绝路了。 昨天和一个朋友吵起来了。 不叫吵啊。 那都叫怒吼啊。 我。 你说我为什么怒吼呢? 我一直特相信他。 他说什么我都相信。 他说谁是特务我信。 他说谁谁是骗子我也信。 我不但相信。 我还把他告我的落实到我行动中。 我立刻就把他给拉黑。 不再跟他往来。 后来突然发现。 他好像套中人。 不停地说话。 然后再用后边的话去掩盖前面的一个话。 以前我跟他一起。 他就这么说了。 我也就这么听了。 现在我老爱拿个小视频。 我把这些小视频前后一对比一看。 就发现问题大了。 怎么叫问题大了呢? 说的那些水太大。 就像我面前这水似的。 水太大。 比如昨天。 昨天在出租车里头。 我们车里有四个人。 有四个人。 他说。 解放军报的记者去采访他。 我说的这段就是昨天我们正面冲突。 我生死历劫朝朋友怒吼。 我这怒吼不对啊。 他说。 解放军报的记者去采访他。 问他。 说。 前辈。 你采访这么多国民党老兵。 又采访这么多八路军。 他们共同的区别。 就共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 这个人说。 国军。 大小都打过仗。 八路军。 连扔手榴弹的机会都没有。 我马上就把我这个小机器打开。 我说前辈。 你再说一遍。 他马上就不说了。 而且跟我急了。 急了我就急了。 我说。 你可以跟解放军报记者说。 就不能跟新华社记者说吗。 但是新华社记者不如解放军报记者可靠。 一货。 那个人是你的朋友。 那个军报记者是你的朋友。 我不是你朋友。 你怎么就不能把再说的话重说一遍呢。 而且昨天。 车里有四个人。 我事四分之一。 其他几个人也全听见了。 这件事就促使我。 对一贯相信的事。 就认识到。 也不能那么相信。 嗯。 以前没有文字的时候。 全是传说。 有了文字了。 历史才开始稍微可靠。 有了每个人都拿起笔类写。 才会进入信式时代。 就是可信的历史时代。 随着可信的历史时代的到来。 照相机的出现。 又佐证了。 有图位证。 有照片。 有真相。 现在又有了小摄像机。 小摄像机。 可以有助于让人完善道德。 让更多的人勇敢的说真话。 让历史更加真实可信。 成为可触摸的。 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把持的。 我代表人民。 不是。 这鲁尾。 是鲁尾还是竹子呀? 鲁尾。 竹子。 鲁尾竹子。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用手掐去那个竹节。 才能确认它是竹子。 。 代表人民。 人民政府。 为了佐证我的理论。 。 在这个荒僻的。 呃。 叫什么。 西西。 呃。 湿地里边。 也到处都装了摄像头。 也到处都装了摄像头。 像1984说的。 到。 。 每个地方都装上小摄像机的时候。 可能人就都说真话了吧。 。 哎。 所以我用这个小摄像机。 也是推进。 讲真话。 哎。 好多东西用不上。 你看那天下雨。 我这衣服就用上了。 平常好多人都穿这些抓绒的。 我这还是ego的。 在城里装逼。 假装登山的。 。 其实。 不是。 为什么不是。 这衣服在家里穿并不舒服。 只有在这种烟雨蒙蒙的。 山水。 它可以把你出的汗。 全从身体里边透出去。 而且回家一洗。 昨天我试过这个衣服。 我洗特色。 在杭州。 洗来灯酒店。 就是前面这儿。 三个小时就干。 三个小时。 我没用吹风机吹啊。 就是我用我的大熊掌。 把它钻了一遍。 吃完晚饭。 它就差不多干了。 就跟这种越野车。 开这种在车里边。 在城里泡妞很有杀伤力。 因为看上这种车的。 就都是傻逼。 洗来灯。 其实这也是一雕塑。 对吧。 不是很酷。 对吧。 我还会拿着。